我们现在介绍电磁波第三章 就是在导体介质里面传播的平面电磁波 这些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一些小项目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好了 在没有边界的导体介质中 传播的均匀平面电磁波 就是说这个导体无限大 没有边界 这是一种理想的 假设在导体介质中 没有自由电荷的存在 到底介质里头没有这个存在 但是有电流密度存在 这个等于0 ρ等于0 jf等于sigma1 那么在这个区域中 μ,y,sigma介意为同质性 就是homogeneous,isotropic跟linear 有这些性质 同向性 就任何方向都相同 线性 然后呢 我们仅仅仅考虑x偏证 是考虑这个 其他的 就是说为了简单起见 是考虑x偏证 好 那这个是max equation 当r等于0的时候 j不等于0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高斯定律 磁散高斯定律 法拉第定律 这是安培max equation 那j不等于0 它是根据欧姆定律 它是等于sigma1 这个就是真空里面的free space free space呢 r等于0 j也是0 就是说 它也 free space里头 这个也没有 也没有current density 这两组 equations 我们将 导体介质中的max equation 就是左边的形态 跟右边真空 里面传播的 里面的这个max equation 两个做比较 你看 这个相同了 对不对 这个也相同了 这个呢 也相同 你看这一项 跟这个也一样 就是这一项不相同 这一项差在哪里呢 这个curl edge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一项 而左边这个导体介质里面呢 多了一项这个 多了一项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要导出在导体介质里面的电磁坡 本来我们应该要跟这个导的方法一样 把Wave equation 列出来 然后再求 但是现在我们用一个方法 就是比较 我们把这个 稍微画一画 把这个式子 提出一个 提出一个 右边提出一个J omega 里头就变成 ipsum 剪掉 因为J omega提出来 ipsum 一也提出来 所以就ipsum 一了 这个地方呢 你提出一个J omega 它就应该被J omega来除 那我这个J在分母 我们提到分子 就变成负J Sigma原来就有 就变成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令 这个括弧里头这一项 用ipsum c来表达 c就代表conductor 在conductor里面呢 它的ipsum 是这个形态 这个是界电子里头的 那conductor里面呢 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以后啊 那它这个就跟真空里头的 这个很类似 不是完全相同 真空这个是 ipsum zero 这个却是 ipsum c 它成类似了 那我们就称 ipsum c 等于这个 叫做 浮数的界电常数 叫complex permittivity 本来这个就是 本来这个就是 permittivity 就是某一个界电子的 permittivity 那这个加一个c就变成 某一个导体里面的 permittivity 它是一个complex form 所以是complex permittivity 因此 我们就发现 真空的max equation 可以化成 导体的max equation 只需要这样子 你把mul0 把它变成mu epsilon zero 本来epsilon zero出现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这个 在真空里面的话 这个是epsilon zero 那现在变成这样子 现在这个是 导体界子不是真空吗 mul0把它变成这个 把真空里面的 epsilon zero 变成这个 这一下我们也可以写成 两下 因为这是复数嘛 这就是 epsilon prime 就等于epsilon 它是complex permittivity的 real part epsilon double prime 是complex permittivity 里头的real part 这样一改变 那么 导体区域的 它解出来的max ray equation 就是它的电子波 就可以变成 真空里头 就可以变成导体的 好 那这个 这个里头 我们知道 这个 epsilon prime 就是epsilon epsilon double prime 就是sigma over omega 分别是 浮数界电子 的 浮数这个 浮数界电子的 实数部分 跟虚数部分 我们刚刚说过了 好 现在我们就来变了 这个是真空里面的 解 电场部分 你看 电场 像正方向传播的 z方向 浮方向传播的 这是z方向传播的 这是x偏正 那我们可以学成 这个 这是浮数的正伏 对不对 浮数正伏 那么beta0呢 它就是omega 根号 mue0 epsilon zero 我们写成这种形态 现在我们把这个转换 摆进去 mue0 变成mue epsilon zero 变成这个 好 就可以得无边界 导体 导体界之中的解 你看 转换 这个不动 这个里头 beta0 就看这个好了 这是omega mue0 就变成mue epsilon zero 就变成这个 这一项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 epsilon zero plus 这个是浮数的正伏 然后这个里头 一大堆这个 写起来很麻烦 我们就用gamma来打表 整个 整个 j omega 根号 mue 乘上 epsilon 减到 j sigma of omega 我们这个就算它是 gamma 另外等于gamma 这个也是gamma 这就是负gamma 这个是正gamma 然后这一部分呢 就是浮数的 电磁波里头的电场 朝正的方向传播的 这是朝负的方向传播的 马上就变成 无边界中的解 那这个gamma 是等于这个字 我们称它叫做 传播常数 叫propagation constant 单位是radian per meter radian per meter 它跟beta 跟alpha 这个都同一个单位 好 我们现在另 Omega它是浮数 浮数总是可以画成 直角形 我们现在证明 如果把这个浮数 写成直角形的话 这个alpha等于这个 beta等于这个 那alpha跟beta 本来应该单位都跟它一样 都是radian per meter 不过现在我们就特别把这个 因为它这个跟衰减 跟这个电磁波的衰减 有关系 我们特别给它一个单位 叫做nepper per meter 其实它就是这个 它就是这个 这个也可以直写 per meter 这个就作为你们的习题 你们自己去证明一下 两个浮数 这个等于这个 那你现在怎么证明 alpha等于这个 beta等于这个 你自己去证明一下 那么alpha我们就称它叫做 衰减常数 attenuation constant beta叫做向常数 叫向常数 未通常我们不要写 就是face constant nepper per meter 简写是这样 它的全名叫做nepper per meter 这没有什么 这就是令它等于这个好了 好像一个电阻 令它等于欧姆 等等 导体介质中的平面电磁波的电场 我们现在可以用 gama 或者是alpha及beta来表示 如下 你看这个 这导体介质 电场的浮数形态 这是朝正方向传播的 这个是这一部分 朝负方向传播的 这个又可以写成 伏正符 这个跟z没关系 然后称之下 exponential 叫gamma z 伏正符 我们可以写成 这个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可以写成 这是它的initial phase 然后gamma呢 我们写成 alpha加jbeta alpha加jbeta 这个写成 alpha加上jbeta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exponential 写成这样子 就是写成这样子 你看 这个里头有j 这一项没有j 这个就是一个十数 就是十数 这一项是复数 这个是复数形态 复数形态乘上这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十数 就是time harmonic form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一下 这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这个也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这个取十数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没有j 这里都没有j 它就跟这个放在一起 其他有j exponential j omega t 减 beta z 加5 plus 取十数就是cos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跟它放在一起 这个取十数就是cos sign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time harmonic form time harmonic form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跟真空里头传播的电磁波 就插在这里 真空里面传播的这个是 这一项等于1 这个多了一项这个 好 这一项我们称它叫做 衰减因子 叫做attenuation factor 所以平面电磁波 在界值中的波函数 跟导体界值中的波函数 主要就插在这一项 你多一个这一项在这里 就表示说 它的电场不再是常数 它随着传播的位置 z越来越增加的话 那这个值就越来越小 这个也是一样 随着这个绝对值增加呢 这朝负方向传播了 它这个是负的值了 那随它减少 所以它多了一项这个 这个叫做衰减因子 这个朝正方向传播 本来它的征幅都一样大 结果呢 它多了一个这条曲线 这一条曲线就是exponential 在导体里面传播的电池波 在导体里面传播的电池波 不像在纯界电池里面 或者理想界电池里面 它的政府保持常数 它不会耗损 就说它一路传过去都是什么强 在导体里都不会 它慢慢慢慢的衰减 最后变成零 那么它 现在我们介绍一个叫做穿透深度 或者叫皮肤深度 也有的叫做屈腹深度 那现在我们看 因为电池波在导体里面传播 它有一项 exponential alphaZ或者是负alphaZ 有个alpha在 这个叫做衰减因子 衰减常数 这个叫向常数 当电传导系数等于零的时候 等于零就是理想的界电池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那alpha是零 这个呢 这个是零 就是一加一 二更加二跟这个约长 这就是平面电池波 在理想界电池里面 传播的状况 这个等于零 如果这个变大了 越来越大 你看这个越来越大的话 那这个值就越来越大了 因为这个比一大了嘛 越来越大 那衰减因子 就衰减得越快 因为这个越来越大 它衰减得就越快 波的正幅啊 正幅旁边 成一个exponential 这个字嘛 那就衰减得很快 越来越快 如果一个波 它走了一个距离 走了一段距离 Z等于Delta的时候 Z等于Delta的时候 它的正幅衰减成为原来的 exponential-1次方倍 也就是说 本来是E plus 本来是E零 plus 那走了这段路程以后 它变成E零 plus 乘负一 那么这个时候的特别距离 Z等于Delta 我们就称它叫做 Depth of Penetration 叫做穿透深度 或者叫Skin Depth 叫皮肤深度 当这个等于Exponential 负AlphaDelta次方 等于Exponential负1次方的时候 穿透深度Delta 就等于Alpha分之1 你看 这个等于这个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东西 等于1啊 那Delta就等于Alpha分之1 那这个 用Meter来表示 叫穿透深度 所以我们知道 电磁波在导体里面传播 会越来越减弱 正幅会越来越小 那现在我们要看 既然导体里头有电场的话 如果它能够传进去 有电场它就会有电流密度 这是根据欧姆定律 Current Density 要等于 要等于Electric Conductivity 要等于Electric Conductivity 乘上这个 那现在 假定这个是朝正方向传播的 石斜形态的电磁波 那它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Current Density 也是成为一种波形 它传播出去 那随着时间跟位置 它的大小又在变化 这个就是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你看它的大小 也是随之这个衰减 Current Density 这是电厂 这个是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那它的特点就是说 Current Density 这个Face 跟电厂的Face是一样 是InFace 电厂最大的是地方 Current Density就是最大 电厂为零的地方 Current Density就是零 是这样子的 它衰减到 这原来是一零 衰减到 比如说这个是一零 衰减到 只剩下Exponential 负一次方 它成Exponential负一次方 这个长度就是叫 Skin Depth 或者是传透深度 这个跟这个同像 对不对 我们看到相位相同 在高传导介质里面 Sigma Approaches Infinity的时候 像同音精 它的传导稀疏 大的不得了 几乎是无限大的时候 那么它的传透深度 就趋于零了 所以电子波 如果从真空里面 传不到这种 有高传导率的 这个介质里面的时候 因为它传透深度 太小了 它到了表面 就进不去了 就传播一点点 它进不去了 那它这个 里头就不会有电流密度 它电流密度 今天在什么地方 表面存在 所以它只有表面电流密度 那这个时候 电子波 既然不能够进到里面 那它能量不能够 就这样等于零 它就全部反射 就反射回去 我们将来会讲到 如果是电子波 射到理想导体表面 它会完全的反射 现在我们要介绍 导体介质中 平面电子波的磁场 跟固有波阻抗 导体介质中 我们刚刚只是讲电场 它的磁场 还有 它的ETA ETA是什么 有法拉第定律 我们知道电场 可以导出H场 那H场呢 就等于J OmU分之1 Curl1 因为现在 E只有Z方向 所以它现在就变成 只有 Partial 这个 整个Curl就变成 Partial EX Z Over Partial Z 好 假如 复苏形态的电场 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Z 做一个Partial Derivative 它就可以变成 好 你看这 对Z做 便会分 就有个Gamma 有个Gamma值 OK 那我们把Gamma提出来 这本来有个负号 这负负得正 这个负正得负 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 Gamma 我们用这个负负 我们用这个负负 J Omega MU 这是YC 乘上这个 那J Omega 约掉 它就变成MU MU跟这个MU 约掉一个 就更好 就更好 YC OV OV 10 PLUS 乘上Exponential 负 Gamma Z 这个就是 YC 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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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inus 乘上Gamma Z 好 我们把这个写回来 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子 那 Complex Amplitude 我们写成这样子 Complex Amplitude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值 就算 现在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我们就写成 向正方向传播的 电场的复苏形态 这是副方向传播的 电场的复苏形态 所以H上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写 这一部分 或者写这一部分 一样 这个一样的 这个叫做H0PLUS 因为它是H长 叫做H0PLUS 就是H厂的 副正幅 朝正方向传播的 这是H厂的 副正幅 朝副方向传播的 那整个就变成 H厂 朝正方向传播的 H厂朝副方向传播的 你电场是 X偏正 那H厂就是 Y方向震荡 所以H等于这个 我们刚刚倒出这个东西来 那适中 H Y PLUS Z 就是 朝Z的正方向传播 H厂的复苏形态 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是朝正方向 传复方向的呢 注意这里有个复号 是等于这个值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EX 这个除过来 这个除过去 你看EX正方向 这个除过来 就等于这个除过去 变成这样子 它也等于这个复值 等于这个复值 好 这个值呢 底下这个是 YC Mu over YC 我们就给它写成 Eta 复数形 一个复数 是Eta 跟以前的EtaZero 不一样 EtaZero 是真空里头的 固有 阻抗 那这个是 在倒底里头的 固有阻抗 它是等于这一项 Mu 这个是complex EtaZero 称为 倒底阶值的 固有波阻抗 Intristic wave impedance 到底阶值 到底阶值 这个要记住 这个 等于这个 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那Eta这个是个复数 我们可以用 是等于这个 我们可以用极形来表示 将来这个都是 陈除 他在分母 要拿到分子去 陈除用 好 我们就把它画成极形 那 EtaZero 我们发现是这个 C的Eta 就是 它的 它的Face 是等于这个 好 这个你各位自己去 证明 当作习题 Eta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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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没有戴帽子 就是这个大小 C的Eta Eta 就是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它的Face 它是二分之一 Octangent Sigma over Omega Epsilon 这个自己去证明一下 当作习题 当C的 当C的 等于零的时候 你看C的 等于零 那这个就是一 这个就是一 这个等于零 这就是零了 那么 这个值就变成 根号 这个零 整个就是零 就exponential 零之方 就是等于什么 一了 它就等于 更好 Mu over Epsilon 这个就是 理想戒电子的 固有波主卡 这不是Eta零 Eta零是 这个是Mu零 这个是Epsilon Zero 才是Eta零 如果是戒指里面的 Mu跟Epsilon 不是Mu零 Epsilon零 Mu也是Mu零 但是Epsilon 并不是Epsilon零 这就是Eta 理想戒电子的 不有波主卡 但这个等于零的时候 就跟理想戒电子的 结果是一样 导体戒指中 平面电子波的磁场强度 于是可以写成 下列的这个状况 它就变成 这个是E零 Eta Eta C 因为 这个就是 H的 零plus 这个整个就是H0 minus 可以写成这个 然后 这个是一个复数 可以写成 它的极形 这个贝塔 这Gamma Z 我们就写成 负的Alpha Z 减的负的Exponential 负的Beta Z 然后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它的大小 这个是 Eta C的Face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提出来 然后 这个是一个 十数 写到这里 其他的 这个有J Exponential的指数有J 这个也有J 还多了一个这个 这个班达分母呢 班达分子就变成Exponential 负J Z 所以 整个这个 这三项 就可以化成这个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提出来 这个提出来 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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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写成这样子 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H常的 扶数形态 那么它的 Time Harmonic Form呢 你就把这个值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取十数 取十数 你看 这个乘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那这个都已经是 已经是十数了 那就是Cosin 这个值 那这个也是一样 负的 这个都是十数 所以取十数就是Cosin Omega T J Omega T次方 加Beta Z 加5 这个写错 这是minus 这个是minus 这个地方 这个是minus 减掉 Zeta J 由以上结果得知 在导体介质中 传播的电子波 磁场强度 你看它的磁场强度 落后电场一个 Zeta J 电场的Harmonic Form 没有这个 它多了一个 这个Form 这是负的 那就表示它 落后电场一个 Zeta J 落后这么一个 Zeta J 在导体介质中 传播的 平面电磁波 它的波长 当然就是2π over β VP就是像素 Omega over β T还是等于F分之1 现在我们就写 在导体介质中 向正Z方向 传播的 平面电磁波 它的电场跟磁场 分别就是这个 这是电场 磁场 现在除了这个 要被A到C来除之外 它这个里头 多了一个 它的Face 那记住 这里面 这个Zeta A的本来在 在分母 它是正的 拿着它就变成负的 所以你看它 落后这么多 现在我们画出 它的曲线来 这是电场 你看它现在不是 电场得有0 它不 它H厂不是 马上就是0 所以电场 正无限大 它的peak value在这里 那H厂的peak value在这里 它要比它 电场要比它 找了一个 Zeta 或者是说H厂 要比电场晚了一个 这个角度 那这个就是用这样的画出来 这个字 就比它多了一个 这个 我们 我们以下看一个 例题 假设 政府是 1000 exponential 0度C 单位是volt per meter 这是政府 这是政府 频率是10的 八次方Hz 就是100个MHz 的均匀平面电磁波 在参数 μ等于μ0 y是等于4倍的y0 然后sigma over omega y等于1 的导体介质中 向正Z方向行进 这当然是电场 因为它的单位是volt per meter 求这个坡 的向常数 它的衰减常数 跟固有的坡主抗 然后把 电场的time harmonic form 跟H厂的time harmonic form 把它写出来 然后再求 穿透深度 它的坡常像素 将这个坡 的坡常 以及它的phase 在无耗损介质区 为这个参数 无耗损介质区 参数是μYσ 等于0 做比较 现在只考虑电场的x 偏正 还有h上就是 只有 当然 它是x偏正 h上只有 y方向的震荡 第一个 衰减常数 这个只要多用一用 把它记起来 那omega μ是μ0 ε是4个ε0 更好2 然后更好1加 这个等于1 那么它就等于 这个4可以提出来 变成2 2omega 更好2 然后这个里头 这个4拿出来 它不就是更好 μ0y0吗 它开更好等于c c分之1 然后这个 这是更好2 减1的2分之1之番 那就是414 0.414 2分之1之番 算出来是1.90个Naper permeter 这是α 衰减常数 好 像常数也一样 那这个都跟前面一样 就是后面这个不一样 是1 这是 更好2 加1 就是2.11 等于4.58个 radianpermeter 传播常数 你α求出来了 β求出来了 传播常数就是α 加上j β 就1.9 加上j 4.58 单位我们就用 permeter 你写radianpermeter 也可以 好 破的固有阻抗 原来是这个式子 好 μ是μ0 这个是4倍的 y0 所以提出4提出来 是1分之1 这是1加1的 1分之1之番 这是j 1分之1 actangent的1 好 那你就把这个算出来 这是120π 倍2除就是60π 1加1 2的4分之1 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j2分之1 actangent的1就是4分之π 那你把这个算出来 159 然后这个呢 就变成8分之π 单位就是欧姆 单位就是欧姆 好 题目里头告诉我们呢 它电场是这个 H场呢 它的浮速形态 马上可以写出来 它就是电场的浮速形态 被A到C来除 电场是这个 A到C我们刚刚修出来了 大小是159 Face是Exponential j 8分之π 我们把αβ带进去 好 这个值 这个还保留 这个 还保留 因为它是实数 这个有J 这个J 所以这两个可以合并 就变成4.58 减掉八分之π 这符号提出来就变成加八分之π 这就是H场 它的浮速形态 有了浮速形态 有了浮速形态 你就可以写它的 time harmonic form 那 电场就是把电场的浮速形态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实数 这个 你看 αβ J omega t 取实数 这个前面都是实数 所以它就变成cos cos 2π乘10的8次方 t 减掉 4.58z H场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值 浮速的形态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它的 实数 它就变成 这个值 这个 H场 6.29 这个都在 然后乘上什么呢 乘上 这个 再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于是 就变成cos 这个 这个值还是存在 还在 那这个就是 H场的 time harmonic form 好 现在我们看 它的穿透深度 波长 Lemna 跟Vp 穿透深度是 α分之一 α我们算出来 是这么大 所以它就是等于 0.52 M Beta Lemna 2π over β 2π Beta Beta 就是那个Z前面 那个 4.58 这除一除 它单位是 Radian per meter 那就是 Meter Face Velocity Omega 2π 2π 被Beta 来除 那它就变成 1.37 乘10的 八十方 Meter per second 如果 戒指 为 耗损者 Muling 如果戒指 为这个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等于0 应该就是 不耗损 是 不耗损者 应该不耗损 这个等于0 这个是0的话 它就是 2π over 这个Beta 就是 2πF Muling 这个 除一除是 1.5 1.5 这么多 这个里头 Beta 跟这个不一样 Beta 不一样 这个Beta 是用 那个 公式算出来的 这个就是 等于 Omega 更号 Mul Epsilon Face Velocity Omega over Beta Zero Beta Zero 就是 直接用 这个算 Omega 更号 这个 所以 4倍 就是 Epsilon Zero Omega 越调 这是 2 Muling Epsilon Zero 更好的 导数 就是 C 所以 它是 等于 这个值 1.5 1.5 的 8 Meter per second 从以上 结果得知 导体 介质中 传播的 电磁波 它的波长 及行进速度 要比介质中 行进者 为小 若 借电子 为 不耗损 借电子 为 不耗损 就是 借电子 吧 哈